欲知未来的魔力 让它为你服务 显然 我说的这种神奇的事物 就是超意识 我知道有些人会对能够预知未来的超意识 失之以鼻 因为他们始终认为 人类预知未来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我非常喜欢的童话 爱丽丝漫游其境界中 在爱丽丝与白皇后见面的最后时刻 她坚持说 人不能相信不可能的事 但白皇后这样反驳 我敢说你练习的还不够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每天能练习半小时呢 有时候我在吃早饭之前 就能相信六案不可能的事 所有相信未来不可预知的人都是爱丽丝 但在故事的最后 爱丽丝做到了不可能的事 那么你是否也应该对自己坚信的 不可能重新审视呢 那场震惊全球的911事件 实在让人不忍提起 但我想说的是 在那场灾难中 在那些幸免遇难的幸存者中 有很多离奇的故事让人深思 我在媒体上看到了不少相关报道 报道显示 就在袭击发生 前不久 很多幸存者 基于一种不能言说的反能反应 开始改变原来的工作或行动计划 比如一名女乘客 在排队登机时 突然感到胃部剧烈疼痛 她去了洗手间 错过了这次死亡航班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 撞向世贸双子楼时 其中一架飞机 9月11日的上座率 异常的低于往常另外三架 在那天被劫持的飞机 所载乘客数量也只有平时的一半 或许你会说这是巧合 那么你又该如何解释下面的现象呢 2000年 法国航空公司 一架协和式客机 追悔一些机组人员不幸遇难 然而在坠机之前 他们曾经有过追击预兆 只可惜没有人当真 一名机组人员的同事声称 他们仿佛都在病态的期待一场事故发生 其中一名机组人员曾对他说 那就好像我在等待某种事故将要发生一样 结果后来事故真的发生了 根据美国科学家爱德考克斯调查的结果 那些入定要发生意外的火车 在出事时存在旅客的数量也比平时要少很多 对于这一现象 加利福尼亚大学统计学家杰西里乌特斯博士的解释是 很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乘客产生不祥预感 从而改变行动计划 逃过一场死亡之旅 当某件事情频频发生时 你难道还能说这是巧合吗 也许未来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 用科幻作家 布鲁斯斯特林的话来说就是未来其实已经来临 只不过他落脚的地方只有一间屋子大小 我不知道你会怎样理解这句话 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能够进入这间屋子 看到他的人并不多 而且这些人往往会被世人看成不同寻常 离经叛道的人往往成为世人嘲讽的对象 他们对未来的预测也往往被当作风化 在19世纪的法国 有一位漫画家叫亚尔培罗比达 他和我一样是一位作家 只是他是一位讽刺作家 生活在19世纪的他 给许多描绘20世纪的册子和小说 有一些是他自己写的配了插画主题 包括未来是如何用电的 飞行机器 妇女解放 以及其他远超于当时现实的种种设想 今天的我们看到这些插画 不会有太大意义的感觉 因为当初的那些预言 现在早已一一实现了 可是考虑到那是一个世纪之前的预言 大家难道不觉得他们格外精准吗 就像他亲眼看见了未来一样 把此种种我都将其归结于超意识的力量 这种机体的感觉是可以帮我们预知未来的 只是由于这种预感有时非常模糊 以至于让你无法依赖它 做出正确的决定 所以它往往被科学家们称为机体模糊觉 也许未来一直在按照我们预知的模样 静静的指浮在我们前方 我们努力的方向 就是让这种模糊的感觉 变得更加清晰 也许你仍然会怀疑 这种拥有预知未来魔力的超意识 真的存在吗 真的 真的存在吗 我没有办法像拿出一个苹果那样 把超意识拿给你看 但我可以向你略取有说服力的事例 最终结论 要由你自己来决定 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达里尔比姆 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发表过一篇论文 让我印象深刻 他的题目是 感知未来对认知及情感的反常可回溯影响的实验证据提出 感知未来是可能的 这是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 对于证明超意识的存在 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在这篇相当有说服力的论文中 他描述了九种不同的实验结果 对一千多个对象进行了实验 他的实验结论相当专业 我在此不进行科普宣传了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找来这篇论文阅读 不过他的实验方法非常直接 我们倒是可以了解一下 他利用已有的心理学实验模型 例如情感启动和辅助回溢等 然后将顺序逆转交换因果 他向学生们展示了一成串单词 让他们尽可能多的记住拼写之后 再要求学生拼出其中随机选出的一系列单词 诡异的是对于之后即将拼写的那些单词 学生们能够更容易记住 他的实验结果当然是一种反常现象 但这一反常现象的数据 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证明 超意识这种虚无飘鸟的事物的存在 那么并不开了一个好头 正因为如此我对他这篇论文始终印象深刻 你和我我们合成不是一直都想遇见 未来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去挖掘最真实 也最丰富的潜能 超意识那是早已遇藏在我们身上 而不自觉的资源 若不使用就太可惜了 超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意志未来的魔力固然神奇 但你同时可能也在疑惑 为什么超意识会有这种魔力 你可能想要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别着急 我会和你一起来了解 一个人的超意识 可以通过望 幻觉 直觉等方式 对未来事件的信息 进行预先感知 而未来发生的事件 可能比此人产生预感的时间 要迟至几个小时 几天甚至几年 而且事实上预测不是多么神秘莫测的事情 只要稍加留心 我们就会发现 预感作为一种客观现象 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可以预测 数千件小事的发生 无论是感觉公交车 是否快要到站 谁会上门拜访 或者杯子可能会怀落而打破等 我们的家人 朋友 同事 都可能曾跟我们谈过他们的预感 而我们自己也可能曾出现这样或那样 令自己也解释不清 却又不为准确的预感 或许你觉得这些小事不足挂齿 那么我们来看一些让人惊讶的超意识案例 1967年1月 英国预感中心宣告成立 它是由两位英国心理学家 G.W.兰伯特和路易莎伊莱因筹备建立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的研究预感 以搜集和核对有关灾难的预感报告 用路易莎伊莱因的话说 如果预感能力得以发展 并受到指导 如果不完全的印象 特别是那些预先暗示着灾难的印象 得到阐述理智的预防行动 就能够给人类带来难以计数的好处 在成立的头一年预感中心 就收到了大约3500份报告 其中许多涉及各式各样的运输 死亡 暗杀和政治事件的灾难 有一个关于超意识 非常经典的案例 就是他们搜集到的 我们可能都看过震惊世界的大片 泰坦尼克号 他向我们再次展示了20世纪那场惊心动魄的冰山沉船灾难 但是你们知道吗 早在轮船守航前 就有人预感船要沉默 并且放弃了泰坦尼克号的守航票 这个人就是英国著名的实业大亨 乔里奥库纳 当时去离泰坦尼克号守航 还有一周的时间 在伦敦某一个高级俱乐部里 乔里奥库纳当众宣布 自己放弃泰坦尼克号的船票后 一大群人立刻围住了他 想要购买他的船票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解的问 奥坤纳先生 你为什么要放弃这样一个好机会呢 要知道只有名门贵族 才能得到这种荣誉 况且船上的美女有很多啊 多可惜啊 乔里奥坤纳吞吞吐吐半天才说出了实情 是的各位说出来 或许你们会觉得我有点夸张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到泰坦尼克号沉船了 所以我决定放弃这个机会 奥坤纳说完后 俱乐部里所有的人都觉得好笑 要知道 泰坦尼克号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 最豪华的高级客轮 根本不会沉船 而这位先生 仅仅因为一个梦 就放弃了这个大好机会 虽然遭到了大家的不解 甚至是嘲笑 但奥坤纳还是相信自己的预感 放弃了这次看上去 也很可惜的机会 结果你一定知道 1912年4月10日中午 泰坦尼克号 从南安普敦赶出发 时往纽约城五天之后 4月15日 他在大西洋的纽芬兰岛海面 因大雾迷失了方向 最后撞在冰山上 1513人放深大海 酿成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最大海难事故 至于奥坤纳先生 则因为一个让人讥笑的怪梦 救了自己 是不是很神奇呢 那么这种神奇的力量来自哪里呢 为什么奥坤纳先生会有如此奇遇 而其他人没有呢 偏心的超意识 是如何工作的 在心理学家荣格看来 超意识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财富预感能力 是一种天生和自发的能力 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具备 只是在一些人身上可能很不发达 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特别发达 根据荣格的理论 我们的心灵非常强大 通常表现出来的是意识超意识 一般情况下 总会受到意志 无法直接表现出来 但是人们常常把超意识 有意无意的隐藏在外物中 也就是心理投射 这一心理事件是基于同时性原理的 在这个世界里 万事万物在连绵不断的时间支流中 并排地进行着 其中有些事物 在许多地方 基本上同时出现 它们可能是思想 符号 心理状态 某个数字 某种物品 尽管形态不同 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它们各自独立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出现之间 并没有因果关系 但却有着巧合性的对应关系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同步 当你成功地捕捉到这些同步时 你就拥有了形成超意识的基础条件 剩下的就是把明日世界的图像在头脑中会制出来 也就是说 超意识 因为某种契机 或外在刺激受到激发后 会把我们自己都无法察觉的内心世界 反映在外界事物 或者事件中 成为预感 这种预感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梦境 例如我们之前讲到的几个神奇的例子 比如乔里奥库纳 在梦见泰坦尼克号沉默之前 或许她看到了一些征兆 例如变化的天气 酒吧里的船员 造船厂的浓烟等这些事物 或许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 但是他们却促使奥库纳 在梦境中形成预感 从而遇见而沉传世界 从另一个理解的角度来说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即使是那些看似偶然的事情 我们往前倒推 也会发现 这些事情在发生前一天 一周 一个月 一年等时间段内的 诱发因素 我们可以为正在发生 或已经发生的事情 寻找到无数的蛛丝马迹 只是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些蛛丝马迹 看上去才那么合理 它们也确实合理 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往未来倒推 找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的蛛丝马迹 然后预知它们 而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了 再去寻找原因 这种往未来倒推的能力 也是形成超意识的重要元素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 虽然在我们的理解中 记忆都是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关 但这只适用于意识 而我们的前意识和超意识 是非常强大的 尤其是超意识 它包含有关于未来的记忆 因为记忆是双向的 只是由于超意识长期受到抑制 所以这些记忆模糊到几乎无法辨识 不过借助于外在刺激 是可以把超意识中 关于未来的记忆 投射到外物中的 通过分析投射物 我们就有可能看到超意识中 关于未来的记忆 想想看 在未知而黑暗的前方 突然照进一束璀璨的光芒 驱走我们对未来的恐惧 让我们依靠它做出重大决定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这都是一种无比美妙的体验 美妙的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